3 2 1 0 火箭发射瞬间 火光四射扬起大量烟尘 火箭上搭载的是 前往太阳出任务的帕克太阳探测器 是史上第一个接触太阳的人造飞行物 这非常奇妙 帕克太阳的飞行物是规律的 这是一个梦想 一个重要的目的目标 是帕克太阳的飞行物 我们现在做的事 探测器在轨道绕了八圈 才抵达距离太阳表面 1046公里外的日冕 并以时速69.2万公里的速度狂奔 采集粒子和磁场的样本 这速度每小时可以来回台北高雄 1150趟 是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人造物体 二位最挑战的科技奇事件 在科学中的区域 我们称为是太阳射出的超高速电浆流 不知道为什么一出日冕 就会突然加速向外冲 形成太阳风 能走到这步是因为科学家 成功研发强大的隔热罩 即使厚度只有11.43公分 也能让探测器略过太阳时 安然而退 炭热罩是由几个不同的材料 一是氧化研发异 你可能会在你的球队或球队 但它已经超过热热 内部是氧化研发异 就是一个另一种氧化研发异 其实是97%的空气 这是一个很轻软的方法 很强烈的方法 帕克探测器打算这七年 穿越日冕24次 透过探日任务解开太阳谜团 大家先为综合评译